和顾承南结婚的第十个纪念日,我盛装打扮出席,不过补个妆的功夫,包厢里就多了个女人,看起来很年轻,最多也就二十出头,小妇却微微地鼓起。 顾承南毫不避讳地搂着她走到我面前,介绍一下,这是许念。 顾承南笑得漫不经心,我事业有成,需要一个孩子继承家业,到时候过季到你名下养着就行。 我仿佛听到了个天大的笑话,我和顾承南从小定下娃娃亲,当初结婚的时候,面对两家的催生,信誓旦旦地说不要孩子的是她。 如今十年过去,反悔说要孩子的也是她,因为我的沉默,包厢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有人出来打圆场,哎呀,嫂子,承南家里这么多公司,断后了多可惜呀。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叫什么?哦,对,无痛当妈。 无痛当妈多好,不用遭生孩子的罪,还白白地得个孩子。 顾承南晃着红酒杯,显然是赞成他们的想法。 你放心,不会动摇你顾太太的位置。 周围人都在恭喜我无痛当妈。 没人在意过我的感受。 在他们眼里,我对顾承南死心塌地长达十年,他做任何出格的事,我都会无下线地接受。 所以,我刚走出包厢,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打赌。 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嫂子肯定就接受了。 太长了,我赌不超过三天。 顾承南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眼皮都懒得抬,管他呢,反正没几天,他就屁颠屁颠地上赶着回来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把刚才的录音发给律师。 晚上,我叫上闺蜜江江去酒吧喝酒。 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后,他气得一蹦三尺高。 当初信誓旦旦地说好丁克,结果现在他喜当爹,还有脸让你这个合法妻子抚养。 气死我了,凭什么他在外花天酒地,你却要守身如玉啊。 六点钟方向的那个年轻帅哥看到没,火速地给我拿下。 在酒精的驱使下,我觉得自己现在强得可怕。 二话不说,拎起酒瓶跑去搭讪,然而再看到正脸的刹那,我愣住了。 原因无他,那个帅哥正是顾承南同父异母的亲弟弟,顾承旭。 他比我小了整整十岁,残存的理智告诉我,不能禽兽倒泡大学刚毕业的小叔子。 然而从卫生间出来,顾承旭却拦住我的去路。 他比我高一个头,我一米六五的个子完全被笼罩在他的阴影下。 他轻挑眉梢,弯下腰跟我平视,我哥不行,跟我试试。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答的。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抱到了床上。 顾承旭喘着粗气,白涕被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他的身材堪比超模,肩宽腿长,八块腹肌蓬勃紧实。 这是我第一次具象化地感受到年轻就是好这句话。 整整一夜,男人不知疲倦,像涌动机一样翻来覆去地折腾。 直到天边泛起雨堵白,我才得空合眼。 醒来的时候,顾承旭已经做好了早饭。 我腿软得厉害,他抱着我去刷牙洗漱。 坐在餐桌旁的时候,我的脸还是很红。 和丈夫的弟弟睡到一起,这是还真挺出格的。 顾承旭这个当事人倒是面不改色。 他看我一眼,把热好的牛奶放我面前,不合胃口。 想吃什么我去做? 我赶忙摇头,眼神却控制不住地撇向他。 顾承旭上半身没穿衣服,只围了件围裙,八块腹肌随着手臂的晃动若隐若现。 莫名地看得人口干舌燥。 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长臂一伸把我揽到他腿上。 这么喜欢看,昨晚还没摸够。 说话间,他强势地握着我的手摸向锦尸的小腹。 滚烫的触感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昨晚闺蜜说的玩笑话。 他看起来就很行。 当时我不信,这种事情还能看出来。 然而现在我信了,他何止是行,简直行出花了。 四目相对,眼看着气氛变得越来越奇怪。 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 秦幽,你胡闹什么? 为了这点事,你就要跟我离婚。 就算我同意,你觉得秦家会同意吗? 顾承南上来就是一顿嘲讽。 然而,我压根没听清他在说什么。 因为顾承旭在看到来电显示前,就已经附身狠狠地扣住我的后脑勺吻了下来。 顾承南迟迟地等不到我的回应,冷笑着说道,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后悔了? 我死死地咬着唇不出声。 顾承旭偏偏偏在这时咬我腰间的软肉。 那块地方很敏感,我没忍住轻呼出声。 顾承南身经百战,自然发现了不对劲,拔高了音量,你身边有人。 是谁?你现在和谁在一起? 顾承旭掐着我的腰,动作没停。 我难受得厉害,根本顾不上还在通话中的手机,双手抵住他的胸膛,试图推开。 顾承旭变换了手里的动作,坏笑,不舒服吗? 我彻底地没了力气,手脚发软地靠在他怀里,连电话什么时候挂断的都没注意。 包厢里,顾承南握着手机,脸色很是难看。 几个凑上去敬酒的嫩馍吃了闭门羹,兴兴地退回到原位。 有人看热闹,不嫌是大。 顾哥,嫂子这次不会真的要跟你离婚吧? 竟然都找律师了。 想什么呢?嫂子之前不也闹着要离婚。 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就乖乖地回来了。 这种把戏我见多了,女人想让你在乎她,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吃醋。 嫂子这招不过是以退为进。 对啊,而且秦家最近几个项目还靠着顾家,嫂子不会闹太久的。 不少人跟着附和,顾承南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些。 那天晚上,自从秦幽离开后,顾承南就没了喝酒玩乐的心思。 一旁许念挺着运渡,魅眼如丝地坐在她腿上。 承南,医生说过了三个月就可以。 她烦得不行,一把推开人。 想到秦幽离开的背影,心里更加烦躁。 同时阿妹说服自己放宽心。 以前这种情况又不是没有过。 结婚十年,秦幽应该早就习惯了。 自古男人风流就是本性, 她和别的女人不过都是娃娃,影响不到她顾太太的位置。 秦幽性子软,又因为娃娃亲的缘故, 从小到大跟她屁股后面。 她知道她练就重感情, 连小学时用的课本、笔带都不舍得丢。 更何况,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不可能割舍得下。 而且秦家产业日渐没落, 现在依靠顾家苟且。 再说了,她有什么错? 当初丁克本来就是年少冲动做的决定, 她都三十四岁了, 身边她这个身份年纪的人哪个不是儿女双全? 最大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只有她。 连孩子的影子都不见。 家里长辈各种催, 看着酒局上朋友炫耀自家孩子可爱的照片, 她也不可控地去想。 和秦幽的孩子会长什么样? 她喜欢女儿, 最好生个像她的女儿。 可是距离幻想破灭不过医生的一句话, 秦幽身子不好, 很难怀上孩子。 事实也确实如此。 看了很多医生, 还是怀不上。 秦幽生不了, 那她只能找别人。 顾家这么多家业, 她不过是想要个继承人, 又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她不用费力就白得一个孩子,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真不知道女人的脑回路是怎么想的。 顾承南揉了揉太阳穴, 愈发觉得秦幽不懂事, 不理解自己身上的压力和担子有多重。 就算她这次真的生气, 估计也是跟以前一样, 没几天就唯唯诺诺地回到她身边。 双重保障下, 她笃定又确定, 秦幽离不开她, 和顾承南闹离婚的消息, 很快地传到了我爸耳朵里。 她在电话里对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秦幽, 你能不能懂点事? 顾家产业这么多, 总要有继承人, 你生不出孩子, 他找别的女人生不是很正常。 再说了, 成男都跟我说了, 到时候孩子过继到你名下, 你还是顾太太,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结了婚就应该以丈夫为主, 讨她欢心。 多帮家里争取点好处, 知道吗? 纵然早就猜到她会说什么, 我的心口还是忍不住一阵顿痛。 多可笑, 这居然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说的话。 从小到大, 她从不站在我这边, 反而一味地劝我妥协来换取家族利益。 而她得来的好处, 统统地给了和继母生的儿子。 我刚想反驳, 顾承旭抽走了手机,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语气嘲讽, 这么喜欢给自己女儿戴绿帽, 倒不如查查自己头上有没有吧。 电话那头愣了几秒, 随之而来地暴怒, 你是谁,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顾承旭面无表情挂断, 然后长按关机, 把手机还给我的时候, 还无辜地耸了下肩。 对不起, 刚才手滑了? 我, 没想到她说话这么毒舌, 不过想到电话那头吃瘪的样子, 我郁闷的心情倒是消散了些, 因为身上的钱不够常住酒店。 顾承旭带我去了她在市中心的房子, 人翻了跟头后就会长教训, 这次的失败婚姻让我意识到 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找份工作。 我翻出以前的作品集, 连夜写好简历海头, 好在履历不错, 很快地就收到几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面试完最后一家公司出来, 我正好撞见了隔壁会议室出来的顾承男。 他西装革履, 时不时地点头应付一旁的经理, 看样子是来谈合作的。 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先是愣了几秒, 然后大步地朝我走来, 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不是说要离婚吗? 怎么还偷偷地跟着我? 说吧, 从谁那儿要来我行程的? 我莫名其妙, 后退一步拉开和他的距离, 你想多了, 我是来面试的。 他显然不信, 面试。 谁会放着养尊处优的顾太太不做, 跑来受苦? 这是他一贯的话术。 结婚那会儿, 我就是听信了他的鬼话, 辞掉了设计总监的职位。 最后换来了什么? 一地鸡毛的婚约和毫无尊严的生活。 顾承南以为我天天在家享福, 可他也不想想。 他日日醉熏熏回家, 是谁半夜起来给他煮的醒酒汤。 上流社会的交际圈是谁在维护? 逢年过节, 家族之间的人情往来又是谁在处理。 他一句赚钱养家, 就把所有琐事都抛给我。 而且顾承南做的荒唐事,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有人都劝我忍, 每其名曰男人风流是本性。 而我却被要求做一个顾大菊, 是大体的好女人。 现在甚至过分到 让我抚养情人生下的孩子。 早年我被朱油蒙了心, 才对他言听计从。 顾承南还在不依不饶, 自以为大方地施舍。 等念念孩子出生了。 你就乖乖地在家带孩子, 只要你听话, 我不会亏待你的。 跟他讲话, 简直是对牛弹琴。 我冷笑, 听不懂人话就算了, 这么有空的话, 劳烦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掉, 流程我已经全权委托给律师了。 以前我重度恋爱脑, 以为顾承南喜欢温顺小绵羊, 因此婚后对他逆来顺受, 讲话也都是温温柔柔的。 许是第一次见我说话, 夹枪带棍的样子, 顾承南满脸不可置信, 脾气也被激了起来。 好啊, 离就离, 我倒要看看到时候谁哭着来求我。 你可别后悔。 我懒得跟他废话, 转身就走。 刚出大门, 就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顾承旭。 他一身黑, 嘴里叼着根烟, 手里却违和地拎着杯奶茶, 整个人懒懒地靠在跑车上。 正是午休时间, 门口来来往往的人。 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惹得不少小姑娘, 频频地侧目。 我走过去的时候, 正好几个姑娘上去要微信。 顾承旭无比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笑容坦然, 不好意思, 我有女朋友了。 那几个女生兴兴地走后, 我好心地提醒他, 谁是你女朋友? 我还没离婚呢? 他不以为然, 不是快了吗? 我提前预定一下。 我笑笑, 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浪子调情而已, 认真就输了。 顾承男效率还挺高。 当晚律师就把离婚材料发给我。 四日一早, 我和顾承男在民政局碰面。 他从麦巴赫上下来, 衬衫微微地敞开, 脖子上的吻痕清晰可见。 照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 秦幽, 你可别后悔。 到时候你跪下求我, 我都不会答应跟你赴婚的。 我正在回复HR的消息, 眼皮都懒得抬, 想多了, 以后我们再无瓜葛。 他冷笑, 你最好记住今天说的话。 我敷衍地点头, 顾总放心, 我记住了。 办完离婚手续当晚, 我收到了HR的通知, 下个月正式入职。 在此之前, 我和顾承旭去了很多地方, 去海边看日出, 徒步穿越热带雨林, 在山脚下接吻。 我从未感觉灵魂如此自由过, 不再被婚约束缚, 不再被家庭捆绑, 不再委屈求全, 不再被困在四方天地 做个精致但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 这才是真正的我。 入职后, 我没日没夜地画稿, 很快地找回了当初的状态。 在高质量地完成几个大单后, 进账了比不菲的奖金。 够我租个小房子, 独自生活。 签租房合同那天, 顾承旭正好出差, 我连夜收拾好行李, 把这段时间的花销 都折合成现金放在桌上。 虽然这段时间, 顾承旭对我很好, 但血泪教训时刻提我。 依靠男人是非常愚蠢的抉择。 更何况我心里明白, 他接近我的目的不过是 为了跟顾承男作对, 两人在商场上 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 而我是他前嫂子, 又大他十岁, 不至于天真到 以为他真的会喜欢上 一个离异妇女。 成年人之间各取所需, 有些话彼此心照不宣就够了。 然而刚搬到出租屋不久, 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状况。 试睡, 食欲不振, 小腹隐隐作痛。 一开始我没在意, 直到开会时晕倒, 同事送我去医院, 我才得知自己怀孕两个月了。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 我感到有些诧异。 毕竟最开始察觉顾承男想要孩子后, 为了留住他, 我拼命地备孕, 结果每次都不尽如人意。 而和顾承旭在一起不过几次, 没想到就中了。 江江之道后, 比我还震惊。 我咧个斗, 顾承旭这么猛的吗? 我服额, 你在大声点, 等下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秒遍正经, 严肃地问道, 那这孩子你准备留吗? 我点点头, 留。 其实, 我原本就想要个孩子, 只是当初顾承男坚持丁克, 我才被迫放弃这个念头。 我也不是心血来潮, 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下定决心生下来的。 一来, 医生说打掉可能对身体有不可挽回的伤害。 二来, 顾承旭基因优秀。 孩子质量有保障。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有能力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 也有信心做个好妈妈。 搬出去后, 顾承旭再没联系我。 本来就是露水情缘的关系, 不联系是成年人最后的体面。 以后, 估计也不会见面了。 公司那边知道我的情况后, 人性化地批准我居家办公, 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最大的意外就是, 产检的时候碰上顾承男和他的小情人。 不愧是快要做爸爸的人, 顾承男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许念的样子,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他脸上满是出为人妇的期待和喜悦, 侧头耐心地听着医生的嘱咐。 可在我的记忆里, 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是不耐烦。 甚至在我高烧不退时, 他都会以工作忙为由离开, 从没留下照顾我一回。 后来我才明白, 他不是工作忙, 只是不在意我。 对待不爱的人怎么会用心呢? 可惜我用了十年才明白, 强扭得瓜不甜, 甚至很酸涩。 我收回目光, 没有想象中的悲痛情绪, 就是为自己的十年付出感到不值。 好在及时损止, 一切还来得及。 再次和顾承男见面, 是在他孩子出生后的满月酒宴席上。 巧合的是, 那天正好是顾伯母的六十岁大寿。 这是双喜临门的好采头, 两件喜事自然就一起办了。 我当然不会圣母到恭喜他喜得贵子, 只是我妈生前和顾伯母是手帕娇, 而且顾伯母从小疼我, 把我当亲女儿对待, 我妈病逝后也一直对我关照有加。 冲着这份恩情, 我不能不去。 顾伯母看到我的时候, 眼眶瞬间红透了。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嗓音哽咽, 悠悠, 是伯母对不起你, 承男真是太不像话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和您没关系, 是我和顾承男有缘无分。 他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 以前我和顾承男闹矛盾, 他都会向着帮我说话。 然而, 到底血浓于水, 就算知道顾承男做的荒唐事, 但除了说几句, 又能怎么办呢? 任何言语和指责都挽回不了 已经发生的事。 宴会开始后, 抱着孩子的顾承男一出场 就收获了所有人的蜂拥恭维。 我只是静静地坐着, 都能感受到周围八卦打亮的目光。 也是后悔丁克的丈夫和十年发期离婚, 然后找年轻的情人生小孩。 这么狗血又炸裂的电视剧剧情在现实上演, 连我自己都觉得离谱。 好在这些年, 我早已习惯这种场面, 淡定得自顾自的家菜。 没一会儿, 顾承男敬酒到我这桌, 大家都在恭喜他喜得笼子, 还有不少小姑娘夸许念产后恢复得好。 许念笑脸盈盈, 也没什么啦。 主要是我生得早, 恢复期很短, 明眼人都知道他在意有所指。 顾承男举杯朝我敬酒, 女人还是要趁年轻早点生孩子, 不然等人老珠黄了想生都生不出来。 秦佑, 你觉得呢? 我笑了笑, 顾总说得对, 不过我怀孕喝不了酒, 只能用果汁替代了。 顾承男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怀孕。 骗谁呢? 医生早说过你生不了。 室内暖气足, 我解开大衣的纽扣, 里面的修身毛衣完美地勾勒出五个月的运度。 顾承男死死地盯着我隆起的小腹, 气到差点站不稳。 是哪个野男人的种? 我没有义务回答他问题, 刚想转身离开, 身后却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是我的。 顾承旭大步地朝我走来, 无比自然地把我搂紧怀里, 笑得灿烂。 哥, 你一把年纪精子质量不行, 怎么还怪嫂子呢? 哦, 不对, 是前嫂子。 顶着众人震惊的目光, 顾承旭牵起我的手走上台。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秦幽。 台下一片死寂。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间消化不了这个震碎三观的消息。 哥哥的前妻变成了同父异母亲弟弟的女朋友, 还怀上了孩子。 这是什么年度狗血大挂? 与此同时, 顾承男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形容了。 他额角青筋抱起, 眼底怒意弥漫。 秦幽, 你竟敢背着我跟他搞在一起。 我笑了笑, 我有什么不敢的。 怎么, 只允许你日日逍遥在外, 美女在怀, 我却要独守空房。 秦幽? 我挑眉, 上下打量他。 而且事过才知道, 你真的蛮差劲的。 说完, 我直接无视处于暴怒边缘的顾承男, 转头看向许念, 目光带着一丝怜悯。 真可怜啊, 在床上还要配合他。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怎么众目睽睽下走出去的, 只记得顾家众人的表情实在精彩。 还有什么比顾家掌权人不行更劲爆的呢? 直到走出众人的视线, 我想甩来顾承旭的手, 却发现正脱不开。 我有些恼火, 你松开。 他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我笑, 这么无情啊, 利用完我就甩。 我冷笑, 你不也是吗? 咱俩扯平了。 睡完人就不见踪影, 他比我好到哪里去? 顾承旭皱起眉, 大掌禁锢住我的肩膀。 什么意思? 说清楚, 我有些无语, 都这种时候了, 他还给我装呢。 他一个妙龄青年, 有钱有权, 跟我一个离婚妇女扯上关系, 总不能是爱上我了吧。 这种把戏只有在我十几岁时会信。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顾承旭这家伙油盐不尽, 跟个狗皮膏药一样地跟在我后面。 我赶他出门, 他大手一挥买下隔壁房子, 一天三顿做饭放到门口。 美其名曰, 要保证肚子里孩子的营养健康。 我叫来保安, 他却满脸无辜地指了指我的肚子, 这是我爱人, 他怀孕了跟我闹矛盾, 我得留下照顾他。 偏偏我又不能否认孩子的生理学父亲是顾承旭。 居委会派来调解的阿姨理解不了我去赴刘子的超前概念, 只以为是小情侣闹矛盾, 还劝我孕妻不要生气。 顾承旭把奶茶塞我手里, 语气很诚恳, 不生气了好不好。 上次我去处理一些事才这么久回来, 这次我保证不会走了。 我拍开她的手, 瞪她, 谁要你的保证? 我告诉你, 你虽然是孩子父亲, 但我们又没结婚, 这是我的孩子, 我会抚养她长大的, 不用你的帮忙。 我本来以为我说得够清楚了, 但还是低估了她的脑回路。 没一会儿, 顾承旭又站在我家门口, 手里还拿着户口本和身份证。 我摸不着头脑, 你干嘛? 她笑了笑, 结婚, 你说什么?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她的脸, 想在她脸上看出一丝开玩笑的迹象, 奈何没找到一丝破绽? 顾承旭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语气认真又严肃。 我说真的, 第一, 孩子是我的, 顾家不会让自家血脉流落在外。 第二, 我不比顾承难差, 而且用不了多久, 顾是掌权人就会易主。 第三, 你一个人照顾孩子, 肯定诸多地方会有疏忽,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杜绝任何意外的发生。 顾承旭分析得头头是道, 我张了张嘴, 发现好像没有反驳的点。 我现在正处于孕中期, 孩子已经大致成型, 妊娠反应逐渐地多了起来, 而且要注意的事项也越来越繁杂。 所以顾承旭说的也不无道理, 至少目前的处境是这样。 一个小时后, 我和顾承旭走出民政局, 看着手里的红本本, 我感觉跟做梦一样。 谁能想到两个月前, 我刚跟顾承难站在这里, 一个月后, 我却跟他弟弟结婚了。 家里多一个人, 倒是没什么感觉。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 顾承旭很会照顾人。 我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 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他似乎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那天, 闺蜜约我吃饭, 他大包小包, 不仅不慢地带全了 所有可能用上的东西, 整个后备箱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他把我送到座位, 你们聊, 有什么不舒服叫我。 叮嘱完, 他很自觉地拎着产茧包去, 隔壁包箱。 江江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是顾承旭。 他, 他什么时候变成梁家富男了? 我抿了口鲜榨果汁, 我俩结婚了。 江江彻底地傻眼了, 结, 结婚了。 我点点头, 就知道他不相信, 把出门前特地带的结婚证递给他。 顺便把顾承旭的话重复了一遍, 最终得出结论, 反正他说的也没错, 跟他结婚我也不亏, 大不了到时候再离, 反正也不差他一次。 江江很快地理清了思路, 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说得好, 你可算开窍了, 男人嘛, 不用白不用, 到时候用碗甩了就行。 随后滔滔不绝地, 开始给我科普男人的不靠谱程度。 后来我才知道包厢的隔音很差, 我们的对话一字不落地, 都传进了顾承旭耳朵里。 再次见到顾承男, 是在分娩前一天。 离近预产期的缘故, 再加上不确定羊水到底什么时候会破, 顾承旭干脆运用超能力包下豪华套房, 陪我住在医院。 衣食住行和在家没什么差别。 午睡醒来, 顾承旭推着轮椅带我下楼晒太阳, 路过护士站的时候, 贴见了正在抽血的顾承男和许念。 我这才恍惚地想起出门前将将发来的消息, 好像说是顾家保姆没看住孩子, 孩子爬到楼梯那儿滚了下来, 结果大出血来着。 看样子, 顾承男和许念这会儿赶来配对血行。 我正想着, 一双大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顾承旭懒懒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还看, 这会儿不孕血了。 我自知理亏, 扒了下他的手没说话。 自从怀孕以来, 我就见不得血腥。 连看到电视里的番茄酱广告, 我都会冲到厕所吐得昏天黑地。 更是任何腥味都闻不得, 全靠顾承旭变着法子地给我做菜, 这才吃得下饭。 不仅如此, 半夜我的腿还总是抽筋, 顾承旭不分昼夜地替我按摩, 才得以睡觉。 原本我还以为跟他结婚就是个流程, 我在顺便借个事, 没想到他会全程陪在我身边。 之前我买了一堆育儿书, 决定苦心钻研, 结果刚打开就犯困, 最后全变成顾承旭再看。 半夜迷迷糊糊地醒来, 睁开眼就瞥见他靠在床头看书, 时不时地还拿着支笔圈圈画画, 一副备战高考的认真模样。 看起来倒真像个好爸爸, 孕妇心思敏感。 我摸摸肚子, 想到他的忙前忙后, 有时也只会在心里暗暗地感慨。 我肚子里的宝宝, 原来世界上还有第二个 期盼他出生的人。 和预期差不多, 刚到深夜我就出现腹痛的症状, 紧接着羊水就破了。 进产房前, 顾承旭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别怕, 我在外面等你。 我点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竟会无比平静。 明明以前, 我和顾承旭只是点头之交。 然而,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让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相交。 比起和顾承旭不过短短短一年, 但它却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 明明是圈里有名的浪荡子, 明明比我小了整整十岁, 却又让人觉得可以信赖, 让人觉得有它在就很安心, 很莫名其妙的感受。 但我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剖腹禅很顺利,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江江兴奋地告诉我是个女孩。 与此同时, 她还带来一个劲爆的大消息。 许念生下的那个孩子不是顾承男的。 江江满脸幸灾乐祸, 顾家现在都炸开锅了, 原本以为家族有继承人, 没想到反被戴了顶绿帽子, 这死渣男真是活该。 哎,悠悠, 这种天大的好事,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啊? 我配合地笑了笑, 意料之中。 其实我早就知道孩子不是顾承男的。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 我和顾承男生不出孩子全是我的问题。 殊不知真正有问题的是他。 他反悔丁克那段时间, 我和他一起做备孕体检。 报告出来那天, 顾承男正好出差不在家, 是我去拿的报告。 医生告诉我, 顾承男的精子存活率极低, 可以确诊为死精症。 再加上他常年喝酒吸烟等不规律的作息, 自然受孕的概率基本为零。 所以, 怀不上孩子完全不是我的问题。 而之所以不告诉顾承男的原因, 是我那时傻得愚蠢, 怕他接受不了真相, 怕他在顾家抬不起头, 于是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 骗他说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才怀不上孩子, 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这个举动也确实成功地把矛头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顾家那群人把当初丁克的决定都怪罪在我头上, 每次家族聚会都会在背后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我天真的以为顾承男会帮我说话, 结果呢, 他转头找了别的女人生孩子, 但一个确诊死经症的人, 怎么可能会自然受孕呢? 所以那天在包厢, 顾承男告诉我许念怀孕的时候, 我觉得可笑又可悲, 笑他自以为聪明, 却被一个小姑娘耍得团团转, 笑自己愚蠢至极, 竟还觉得这段婚约有挽回的余地。 诺诺出生后, 顾承旭还是赖在我家不走, 不过有他在, 我倒是省心不少, 尿布由他换, 奶粉由他喂, 甚至晚上都是他哄诺诺睡觉, 而且他几乎每天都给诺诺拍照, 轮到我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逗逗孩子, 一时间我都分不清 到底谁才是孩子的亲妈。 这天给诺诺换完衣服, 他又拿出手机拍照, 然后转头问我, 悠悠, 我可以发朋友圈吗? 可能是他眼神过于真诚,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洗完澡刷朋友圈, 刷到顾承旭那条时, 我顿住了。 由于我和顾承旭圈子里的人高度重合, 所以他们的留言我都能看到。 卧槽, 旭哥你怎么连孩子都有了? 怪不得之前叫你出来玩你都不来, 感情在家陪老婆代产呢? 恭喜旭哥! 不过我干女儿怎么长得有点像你哥前妻呢? 难不成是隔代基因? 顾承旭回了个滚, 然后发了张结婚证的配图, 这我老婆, 秦幽, 底下一片卧槽。 我靠我想起来了, 旭哥原来你钱包家里的照片是秦幽啊。 旭哥牛逼,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嫂子知道你蓄谋已久这么长时间吗? 我看傻眼了, 连顾承旭站在我面前都没发现。 看什么这么入迷? 我没跟他兜圈子, 把手机递到他面前, 什么意思? 什么蓄谋已久? 你早就认识我了。 顾承旭盯着我许久, 轻笑着叹了口气。 嗯, 我们早就认识了。 我疑惑, 那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顾承旭拿出手机, 屏幕上是我十七岁时穿着高中校服的照片。 七岁那年, 顾承男诬陷我打碎了奶奶的骨灰盒, 我不承认, 他挑唆老头赶我出门。 外面下着暴雨, 我无路可去, 是你收留了我。 他的三言两语唤起了我的记忆。 当时, 我喜欢顾承男正上头, 找各种理由去他家见他, 确实在某个雨天, 救过一个晕倒在马路中间的小男孩。 他醒来后, 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 直到在顾家看到一张合照, 我才知道他是顾承男同父异母的弟弟, 而顾承男不喜欢他。 我自然不会幼稚到去讨厌一个七岁的孩子, 却也不会跟顾承男作对。 看他可怜, 就一直偷偷地给他买好吃的, 帮他赶跑欺负他的人, 然而没过多久, 他就出国了。 在后来大学毕业, 我跟顾承男步入婚姻的殿堂。 几毛碎皮的琐事和并不圆满的婚约 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 早就忘了这段小到不能再小的往事。 如今尘封的记忆匣子被打开, 我正正地看着眼前的人。 顾承旭个高腿长, 五官伶俐, 早就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揉搓的小豆丁了。 我咽了咽口水, 试探得开口, 你不会, 那个时候就。 他打断我的话, 神色坦然, 对, 那个时候就喜欢你了。 不过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就是小孩喜欢漂亮姐姐的那种喜欢。 我妈生下我后, 男产死了, 顾家没人看得起我, 你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上了学我才知道, 你和顾承男有娃娃亲在身。 那会儿我意识到我太弱了, 这么下去什么也改变不了, 所以跟老头做了个交易, 出国磨炼。 等我回国, 你们已经结婚了, 原本我以为他会对你好, 结果事实并不如此。 听完顾承旭的一番话, 我才知道, 原来当初断联那段时间, 他是去紧急地处理国外的烂摊子。 而顾承男身边那些莺莺艳艳 有一部分是他的手笔。 我一时间内心五味杂陈, 要不是他, 我和顾承男不至于走到离婚的地步。 可发生的这些事, 恰恰又让我看清了顾承男的真面目。 顾承旭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你一时间接受不了, 没关系, 我可以等。 他起身去侧卧的时候, 我就接到了顾承男的电话。 悠悠,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本意是为了你好, 女人生孩子多辛苦, 所以我想着你, 不用生就能有一个孩子叫你妈妈, 可许念那个贱人骗了我。 那不是我的孩子。 我好心地提醒他, 顾承男你没去医院检查吗? 你有死经症, 生不了孩子。 而且我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请你不要打电话给我。 我刚说完, 楼下就传来了疯狂的敲门声。 悠悠,你开门。 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下楼开门, 举着结婚证警告他。 顾总, 我已经结婚了。 你要是还不走, 我可以报警举证你深夜扰民。 顾承男喝了不少酒,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悠悠结婚了还能理, 你再给我次机会吧, 我一定好好地对你。 顾承旭不知何时下了楼, 单手搂住我的腰。 顾总, 秦忧现在是我老婆, 劝你谨言慎行。 还有我女儿要睡觉了, 你在这儿喊不合适吧? 顾承旭去而复返, 抱着被巨大敲门声吵醒的诺诺, 挑衅似的亲了亲她的小脸蛋。 宝宝, 爸爸抱你上午睡觉。 诺诺眨巴着大眼睛, 看向门口的陌生人, 眼珠子看看顾承旭, 又看看顾承男, 最后紧紧地抱住前者。 顾承男整个人僵在原地, 任由大雨交透全身, 最后失魂落魄地走了。 后来发生的事, 我都是听江江说的。 据说许念的孩子 是他前男友的, 许念嫌弃他穷, 正好那段时间 遇上了冤大头顾承男, 知道他想要个孩子, 于是将计就计 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谁知道孩子刚出生 就发生了意外, 计划直接暴露了。 顾承男脸面丢尽, 自然不会放过他。 许念被学校开除, 抱着孩子不知去向。 而顾承男患有死经症的消息, 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 听说他回去后精神违靡, 像受了很大的刺激, 在生意场上频频地失手, 害得顾氏损失了一大笔资金。 以前我受的流言蜚语, 如今变成回旋标反扎在他身上。 顾家那群人本来就注重血脉, 不可能让一个生不出孩子的人继承家业。 也不知道顾承旭用了什么雷霆手段, 等我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坐稳了顾总的位置。 顾承男后面又来找过我几回, 诺诺一直由保姆和顾承旭照看着, 我坐完月子就回到公司上班。 顾承旭倒确实称得上好爸爸, 工作在忙, 也会抽很多时间陪孩子。 我一个小小的设计总监, 有时都身不由己, 但每次回到家他一定在陪诺诺玩, 早托班也大多是他亲自送。 这天我回家拿设计稿, 在楼下遇到了顾承男。 他憔悴了不少, 衣衫皱疤, 连青涩的胡茶都没刮。 看到我, 神情难掩激动, 又带着一丝忏悔。 悠悠,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往后退一步, 我有事, 没时间跟你扯这些有的没的。 顾承男突然激动起来。 悠悠, 顾承旭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都调查清楚了, 是他给我下绊子, 是他让人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嫉妒我们, 所以就找人陷害我。 我面无表情, 你是说, 你跟那些女人轻轻我我的时候, 都是顾承旭拿枪指着你逼你做的。 爽的时候, 你是一点不提呀。 顾承男不说话了, 又开始跟我绕圈子。 悠悠, 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被他缠得烦, 刚拨通保安电话, 顾承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 他西装革履, 像是刚从公司回来。 顾承男, 这是我老婆, 你给我滚圆点。 顾承男像是被刺激到了神经, 抬起手就是一拳。 明明是我老婆, 都是你的阴谋诡计, 抢了我老婆。 两人话都没说几句, 直接扭打在一起, 我根本拦不住。 最后还是叫来保安拉开他们。 他一个疯子, 你跟他打架干嘛? 我拿着点符, 棉签, 帮他消毒伤口。 顾承旭这会儿搭了着脑袋, 抹了发焦的刘海, 垂下几缕落在额头, 像条打了胜仗的大狗狗。 我早看他不爽了, 我抿嘴不说话。 他委屈巴巴, 老婆, 你生气了。 我摇摇头, 没有, 我只是在想诺诺看到你的伤口, 肯定要叽叽喳喳半天。 他搂住我的腰, 把头搁在我肩膀。 没了? 老婆, 你怎么都不心疼我? 我觉得好笑, 不是你自己要打的吗? 他毛茸茸的脑袋 拱了拱我的颈膊, 呼吸炙热, 开始耍无赖。 我不管, 你要补偿我。 我服额, 怎么补偿? 他抱着我不撒手, 像是老早就在等我这句话。 我们补办个婚礼。 婚礼? 嗯, 结婚要办婚礼, 我要给你世界上最盛大的婚礼, 比顾城南那个大百倍千倍。 电视里正好放着财经频道新任CEO的采访。 男人五官英俊, 神色淡淡, 很难想象眼睛亮晶晶的人和电视里的是同一个。 顾城旭去寺院求了个良辰吉日, 婚礼的事也都是由他一手操办。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审视, 江江对他赞不绝口。 悠悠, 我发现顾城旭这人看着不靠谱, 实际上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这次我就放心你俩结婚了。 我对他的话没有意义, 本来跟顾城旭结婚我就没想着最后真能在一起。 这段时间以来, 他各方面确实挑不出错, 不仅是个好老公, 还是个好爸爸。 现在, 诺诺都不缠我这个亲妈, 他一走就开始倒计时等爸爸回来, 惹得我啼笑皆非。 婚礼很盛大, 圈里的人都来了, 顾城南也在其中。 虽然他现在早已不是顾氏掌权人, 到底还是顾家的子孙, 总不能因为不能生育就把他开除阻击。 敬酒到顾城南这桌的时候, 他笑得比哭还难看, 一杯一杯地往肚子里灌,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在敬酒。 我懒得搭理他, 选择直接忽视。 晚上回到婚房, 我还没脱下婚纱。 顾城旭就附身压了下来, 迫不及待地稳落在我身上。 我有点喘不过气, 怎么了? 他动作没停。 嗯, 他今天一直在看你, 我吃醋了。 我, 我算了算, 这男人吃的醋加起来, 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二十二, 顾城南翻外。 第一次见到秦幽的女儿时, 我愣住了。 眼睛, 鼻子, 嘴巴, 哪儿哪儿都像他, 和我想象中的女儿一模一样。 可是抱着他的男人是顾城旭。 我最讨厌的那个弟弟, 他们一家三口就这么站在我眼前。 脑子告诉该离开了, 不然像个小丑。 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可是回到家, 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满脑子全是秦幽和那个叫诺诺的孩子。 如果一切没有发生, 如果我早点认清现实, 早点治疗, 是不是秦幽就不会离开我? 是不是我也会拥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那段时间, 我回想了一下过往, 发现我曾经做过的事是如此荒唐, 怪不得秦幽看我眼神那么冷漠, 那么厌恶。 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原谅我, 所以我只敢偷偷摸摸地窥探他的幸福。 原本顾承旭陪他逛街的时候, 他会笑得这么开心。 可我努力地回想, 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陪过他, 甚至在一起的时光都少得可怜。 他们一家三口会一起去公园散步, 一起去游乐园玩耍, 一起去麦当劳点儿童套餐。 我极度地发狂, 却只敢躲在暗处。 我知道, 秦幽过得很幸福, 我不该打扰他。 我要为自己的上半生赎罪, 而他的钱本生被我耽误了太久。 因果循环,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全文完。 1-2-3-5-6-9-9-9-10-5-1。